好大家好这一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寻龙齿啊寻龙齿我觉得啊这应该是我们命理师啊这个必备的一个法器啊很方便很实用啊很实用而且很简单啊而且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然后呢寻龙齿寻龙齿最早它是用来寻找龙脉所在的啊然而呢它的功能不仅仅啊用于寻找龙脉找物品啊看财运啊测能量寻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判断不出来身强身弱啊也可以问寻龙齿啊判断不出来时辰比如说一个人就知道年月日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辰出生的都可以用寻龙齿 啊都可以用寻龙齿啊去这个测出来啊去问出来那么首先这个需要啊提供给寻龙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啊相应的一个信息在寻龙齿呢它是转动的啊它是转动的啊大家去淘宝上去找就可以啊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寻龙齿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啊 自己喜欢的虚龙齿呢也是与神沟通的一种方式啊我们这个我师兄讲说啊这个高维度的生物与低维度的生物沟通的时候啊是需要这个借助一些工具的啊不然的话我们低维度的啊我们所谓的低维度的人 神是这个啊跟这个高维度的生物是不能直接进行沟通的啊所以说是需要利用一些工具啊这些工具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器啊比如说六摇啊拿三个钱啊来摇挂啊摇六次得阴得阳然后组合到64挂啊 他这个呢也是与神沟通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寻龙齿呢更这个简单一些啊更方便一些啊而且呃这个经过这些年下来这个无论从口碑啊也来好啊从哪方面来看呢还是比较准的啊也还是很准的啊 那么这个寻龙齿呢在咱们这个道家啊呃所谓龙门派啊我们这个周易这些命理啊数数来讲就属于龙门派啊咱们之前也说过正义派是这种属于画幅驱鬼相邀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呢就是呃有一套这个口诀啊这套口诀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些口诀是用来让我们集中注意力集中意念然后来放放平这个心态然后把这个大脑放空啊来达到一个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达到一个禅的一个状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达到一个禅的意境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啊然后这样干脆的思想干脆的这种平衡就可以 可以很好的与寻龙齿进行沟通啊我们师父我师父就讲说手放松心放空意念要集中啊然后呢双手何时放在这个手心啊放在手心里把寻龙齿放在手心里然后呢把这个手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是放在天眼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就说这个啊这个脑门啊 这个脑门名堂这里这个阿波又是有一个所谓的松果体啊不说松果体是所谓的天眼还没开发出来啊人类就是这儿啊放在这儿然后去念念什么呢念天零零地零零啊太上老君吉吉如律令熏龙齿齿即是我我即是齿人齿何一啊这一套口诀 这一套口诀那么有刚刚开始有朋友说的那个那个我念一遍好像达不到那个静心的意念集中的一个效果那你就多念两遍啊念完之后呢然后就把寻龙齿握在手中就可以了啊 然后就是要问寻龙齿问你的事情比如说问这个寻龙齿说我手中的啊啊比如说这个一块石头它的能量属于哪一种呢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纸上啊弄一张纸纸上写上什么金水木火土 然后呢让寻龙齿啊寻龙齿在这个位置啊然后手握住可以这个底部可以直接这个平放在桌子上啊然后让它去指啊让它去指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最重要的这个口诀啊啊口诀它属于要平心静气啊利用口诀来咒语来这个使我们平心静气啊静心啊这样才能集中注意 啊然后呢这种方式的话啊然后呢这种方式的话去跟寻龙齿去沟通跟神去沟通啊这样是最好的然后咱们正义派呢就是道家的正义派啊一般就是左手拿寻龙齿啊右手画横格啊横竖格来念临兵斗者啊剑指啊接阵列啊前行然后写一个准字 啊在这个格的地方用这个剑指来写一个准字写一个准字喝一声啊纸上寻龙齿啊然后呢这个开始问世啊这是正义派的一个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正义派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他都是也是通过这个啊九字啊真言来这个让内心达到一个静心的一种状态啊静心的一种状态啊 这种正义派呢属于这个驻游十三科啊是这个这个符咒做符咒法式的啊正义派是大家愿意了解的课啊可以去这个网上搜一下啊资料一大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寻龙齿呢它是龙家的血脉啊我们可以问出这个寻龙齿是哪一个龙王家的血脉啊 有的是什么龙王的这个公主啦有龙王的太子啦啊还有的这是那个我师兄问出来他的那一个是东海龙王啊你可以写下来啊你可以问他你是这个呃这个龙家的血脉吗啊你是龙族吗你可以去问他啊然后龙家的呃谁啊哪一个龙王家的大家去找一下资料啊让他自己去指 啊让他自己去指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测这些东西啊测这些东西的一个写法啊呃我们可以直接在纸上写下来金木水火土啊然后去指向这是我们自己在问哈啊呃这个比如说一个人不知道时辰我们怎么问呢我们在一张纸上啊写上他的姓名啊比如说张三 然后把他的身份证号写上啊啊等等身份证号啊然后他现在住在哪里现住地址哈现在住在哪里啊比如说北京市 什么什么什么街道啊啊然后把这个十二地址啊 写下来啊按照这个从一月一月这么排的写下来啊从一月开始银月开始啊往下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啊然后就这套流程啊用这一套流程 手放松心放空一念其中啊然后念天零零地零零太上老郡积积积如律令 徐农齿齿即是我我即是齿人齿合一啊请问徐农齿啊此张三之人 的时辰啊是十二地址的哪一个 啊或者是十二个时辰当中的哪一个啊然后齿放在是中间啊 打开然后让他自己去指啊让他自己去指 再有一个呢比如说在这个如果说这个不知道时辰的很多啊不知道时辰的很多还有一些经验告诉大家啊有人记着就是常说哎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啊 那一定离不开什么银某尘啊银某尘一定离不开银某尘天快亮的时候大家之前都学过了啊都知道银石是什么时候了啊这几个时辰是什么时候所以说早上天快亮的时候一定是离不开银某的啊还有的地方比如云淡的地方七点多有的才亮天啊所以说一定离不开银某尘啊一定离不开银某尘 银某尘啊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银某尘写下来让薰农池去啊去指还有一个说说比如说这个啊上午还没吃饭或者准备吃饭那基本上就是午时和未时啊无畏时天快黑呢基本上就是身有虚啊 说后半夜啊那基本上就离不开什么肯定离不开银子丑啊肯定离不开银子丑后半夜啊所以说呃我们可以这个询问啊如果他一个都记不住的话一点都记不住的话直接拿十二地址去让寻农池来指出来啊呃如果这个能记住一点的话大家就写下来啊比如说天快黑的时候把身有虚写在这个纸上啊 然后让寻农池去指啊寻农池去指如果我们后期跟这个寻农池这个呃这个这个运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大家在心里直接问就可以不一定要说出来然后如果你能达到一个平心静气拿到寻农池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问他问题不一定偏要去念口诀口诀的目的是让我们平心静气啊也就手放松心放空啊 意念集中啊然后原则是什么呢啊要提供询问者的信息才可以啊提供相关分类的文字啊比如说你寻物啊比如说在哪一个方向比如说东南西北啊写出来啊让他去指啊然后大概离他的家有多远比如说你写一个啊50啊到这个100米啊假如说啊 比如说在在写一个100米到200米啊这种让他去指啊让他去指提供相关的这个分类的文字表达的信息越清楚啊他越准确啊刚开始呢有的拿到就很准啊像最早我们拿到的时候我们事情就拿到就非常准有的呢这个我们这个事情就拿到呢就是不准怎么问都不准啊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感情啊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感情啊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感情 所以说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啊尽量的需要问一些事把这个信息表达的越多越好啊比如说你知道他的姓名他的身份证号他的现住址啊然后你知道他是天快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尽量要让信息多一些啊让信息多一些啊这样比较精准一些啊然后需要培养感情啊啊这个你可以枕着他睡觉啊那还有我们我师兄最有意思就是吃饭 也要给他一份对吧然后家里有神龛的话我们之前讲过神龛啊比如说三清祖师或者有佛堂或者有仙堂就可以放在上面然后去啊这样上香的话相当于也给他一份啊这个上供的话也给他一份啊需要供奉也是需要尊敬的他也是神啊也是神我们常常可以跟他去培养感情啊再一个就是喝完酒不准啊这个是经过多次的 一个实验啊喝完酒不准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这个在询问之前就喝酒啊呃你看什么什么样的喝完酒准就是好多某一些仙家啊供这个堂口某一些仙家啊这个是喝酒的喝完酒就越喝多越准啊他可以通过酒来放空的一些东西啊去除一些杂念啊还有的仙愿意喝酒啊深深有仙的愿意去喝这个酒啊喝完酒算得很准啊 然后网络的这个淘宝都可以买到啊然后咱们国际上他叫能量棒啊他这个英文我也不会念大家可以搜一下在国外的这个也是很出名的啊咱中国的这个熏龙池也是很出名的啊不要咱们看不起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尤其这个熏龙池也会用的话很神奇的啊很神奇的颠覆你的价值观啊颠覆你所谓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等等啊 嗯淘宝呢有些送的这个书啊大家可以看一些基础的有的说可以催财可以治病的啊这个我们是不认可的啊我们是不太认可的我们这个食用地之前还有还有我们这个食用地之间还有我们这个师傅啊我们在这个熏龙池上这个说可以催财治病这个我们实验过这个不准啊不准所以说拿到熏龙池大家可以简单看一看啊然后呢 这个大家按照咱们的课程啊里面的东西去运用就可以了啊去运用就可以了其他的这个熏龙池的有些书讲的太玄乎其神了有点有点这个太夸大了啊有点太夸大了所以说每样每样工具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啊运用的方法和应用的一个范围啊 再一个日常注意的一个事项一定要这个与熏龙池多接触相互之间要建立啊互相建立这一个相互的一个能量啊所谓叫人齿合一啊人齿合一也可以供奉啊放在神龛上请回来啊不要不管不要扔的一边不管你要长时间不用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啊放在或者他这个送的一个小布袋里头啊放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他愿意待在哪里你可以让他指出来啊你可以让他指出来对吧 比如说还是啊你可能刚刚回来你可以询问他愿意愿意去哪里啊比如说你念念天零零地零零太山老君记记住这令心中齿齿齿是我我记持齿啊人齿合一请问熏龙齿啊你喜欢在哪一个方位啊这个这个呆啊你喜欢在哪一个方位休息啊或者你喜欢在哪一个方位啊或者你喜欢在哪一个方位啊长时间在那里啊或者我长时间不用你喜欢在哪一个方位啊 然后他指他会指出来指出来的话你就放在那就可以了这都可以问啊这都可以去问他 然后呢这个一定要注意的是啊淘宝上说常常练习啊你天天去问他这个问他那个前期要练习啊尽量不要啊尽量不要 刚才说这个这个这个我师兄说过的这个啊很有意思啊这个高维度的生物与低维度的生物交流耗的是低维度的能量也就是耗我们的能量我们与神交流沟通之间是耗我们的能量会耗的多一些啊很简单人家是神我们是人啊人家是更高维度的一个生物啊所以说一天最好不要超过三件事啊这个我跟你说基本上全是这种情况 你问多了你会发现你问多了第二天浑身没有力气啊耗神耗心神啊那么也这个这个有一方面就有可能像咱们说的这一这这一个问题出现啊有可能是要通过自己的精气神的能量与神沟通所以说耗都是我们的精气神啊耗的是我们的阳气啊所以这个很普遍的现象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师兄弟之间都有啊师兄弟之间都有这个情况一天问多了第二天哎呀浑身不舒服没有力气啊没有精神再一个就是不要把虚弄齿外借啊不要让人拿着玩啊觉得很好玩拿着来回出去摆呢不要不尊敬那是我们自己的法器啊我们自己用的东西啊那是我们这个这个那是我们醒回来的神啊 所以说不要随便让人碰啊不要外借啊最好是不要这个除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不要让其他人去动啊咱们之前说了啊可以问这个虚弄齿喜欢这个待在哪里啊让他自己指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如果自己家要有神龛的话啊请回来虚弄齿啊就放在神龛上啊 基本上就属于这个附着能量了哈上注香啊跟我们的神说一下啊给这个虚弄齿这个注入一些能量啊让他这个所谓的开光啊注入一些能量啊呃然后可以上香摆放个七天那摆放七天平时呢我们可以也可以这个上香啊或者是这个贡品呢啊都给他算一份没有的话呢没有这个家里没有这个神龛 神龛的话啊网上他又没有说给开光或者说这个这个有些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仪式也没有注入能量他就说开光了给一个开光证啊怎么办呢也没有神龛家里那我们就没有的话就可以放在阳台上阳光下啊这个就可以暴晒的三天再用啊可以暴晒三天再用这样的话让他这个虚弄齿的这个阳气能量啊通过阳光给他注入上啊 然后呢虚弄齿其实运用方法很简单就是这些啊大家要注意几点一个是他日常的一些谨记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运用的一个方法啊 我们运用的方法就是整个在纸上去写没不想写纸的话啊你比如说自己想问一些东西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问他这个是乘与否啊你比如说你指左边就是乘 啊指右边就是不成也都可以去问他但刚开始呢我们这个没有运用到这个得心应手或者是相互之间的这个能量的互联不是那么太好的话啊直接多提供给一些给这个虚弄齿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信息啊就刚才说的哈姓名身份账号先住址然后把这些可能有的这个答案啊全放在上面 让虚弄齿去指啊让虚弄齿去指很简单的啊也很好用的啊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啊呃这个很好用啊有的这个咱们之前的学员说啊那是这么简单能不能准呢我跟你说简单运用的一些东西不代表他不准啊 你不一定说是复杂的东西他就他就很准懂吧啊你这这这个虚弄齿外国的这些啊所谓的术士啊啊所谓的这个灵异的工作者啊所谓的命理的工作者啊运用的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好反馈的这个信息也非常好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查一下啊 查一下在这个在 亚马逊上也有啊外国就能量棒啊很多人都在这个运用很多这个咱们做咱们这个行业的都在用啊很准的大家去请一个回来啊在淘宝上然后价格呢一百多的啊两百多的千多的什么样的都有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去选择啊基本上都一样的啊基本上都可以都一样的大家尽量找一些好朋友 平多的啊销量这个多的一些啊然后买一些带这个运费险的有的这个咱们之前学买回来不合适啊你就直接给他退回去啊发现有质量问题你先直接给他退回去没有关系的有人说这买回来了是不是那个那个退回去不好没有关系的你有质量问题给他退回去你两个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开始建立这个这个能量真正的开始建立感情啊他也没在啊他就那个时候还属于一种商品啊懂吧所以说可以给他 退回去的啊可以给他退回去让他去换啊或者是再选一家啊再选一家然后有什么相关的这个问题啊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问我啊